山地原住民立委選舉證件高峰會 16號登場 而這次安排公民提問階段 其中一題聚焦營造族語家庭環境 向候選人請教未來做法 沒有在家庭說的語言 他就不能是母語 那在學校這個場域 他不可能可以像培育 在我們家庭裡面培育說族語 這樣子的環境 學校是做不到的 他只能是輔助 不過理事長指出 這次候選人比較著重在學校教育 家庭推動的論述較少 是期盼候選人們能關注 另外也有問題聚焦原鄉托育法規 補貼等議題 剛才聽到大家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再努力再去了解 因為我們剛才講基礎 你沒有臨到兩歲 你拿來後面的高教或所有的事情 多數候選人提出推動托育中心 但馬秀欣認為 托育議題仍要從法規制度討論 而這次還有關於馬遠部落 遺骨案爭議 東華大學副教授陳張培倫向候選人提問 未來如何協助讓事件落幕 大家對於原住民轉型正義 到底要怎麼處理不太熟悉 所以有的時候可能台大這邊和幾個部會會產生一種誤判 這個時候通常是需要我們的民意代表來出面做協調的 要觀察的就是每位候選人如何釐清複雜事件 以及與各部會協調的手段 而陳張培倫認為這題人具現任優勢 包括武力華高金素媒整理回應的較為完整 而在節目中各候選人也闡述政見 爭取選民認同 有一次新聞RCTV1台北市採訪報導